大家的黃旋回覆 沒用錢怎麼給 教孩子錢的意義 黃醫師 我們聊了那麼多 你用錢要怎麼給他 然後怎麼才是 用錢的最好的方法 可是小朋友其實不是你講了 他就會聽 到底要怎麼溝通 所以我自己還是覺得 大概要 之前都是好玩 讓他有個概念 但是其實四年級以上 你才可以 我覺得最重要是 我就印象中 我爸媽那時候 我媽媽那時候 大概每一年 或每兩年 他就跟我說 那你打算怎麼花這些東西 或你打算怎麼存這些錢 第三個就是 譬如說 學費 總不可能就是這麼貴 然後你就給我零用錢 萬一我今天真的 我就不上學了 所以有一些東西是 父母親掌控的 這些東西是什麼 你先調理 我覺得這都是討論的過程 他通常會這樣子 他就是如果看到 我長期以來 我們都維持在我的預算裡面 所有的這個 預算都很符合 那他就會再問一次 今年有沒有加速 他如果每次都過表 他就不會理我了 其實是很爭鬥小孩的做法對不對 對… 好 我來試試看喔 好看喔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